是好康 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昨天台股涨很多 涨176点 涨1.63个百分点 现在涨了44点 涨0.4个百分点 现在指数还觉得11111 不现在11110 我刚刚很好 都是1 5个1 美股呢 四大指数 首先都小跌 小跌跌一点点 欧股也都跌 也都是小跌 跌的不多 美中局部协议推升力道不足 这是个小协议了 所以呢国际油价跌了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对确保双方关税战迅速化解 注意不大 市场担忧全球需求 还是可能遭受惯压 所以国际油价今天走低 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 中纪元由11月交割价下挫 2.03个百分点 每桶53.59 伦敦北海Brent布伦特原油 12月交割价跌1.92个百分点 就差不多2%了 来到每桶59.35 你看布伦特就比西德州原油贵 品质有没有比较好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在海上挖油成本高啊 在海上挖油到海上挖油的平台 挖成本是很高的 美国总统川普给库德族扣帽子 替自己呢 从叙利亚撤军来找借口 因为他这个叙利亚撤军呢 已经引起他国内不分党派的反对了 那川普是说他怀疑 库德族为了把美国脱下水 重放恐怖分子 川普真是一个信口胡说 然后乱扯一通 美国怎么能够容忍 这样一个总统的时候也不解 就是乱讲一通 然后给他戴帽子啊 什么 你是总统 你不是一般的那个乱骂人啊 乱骂人名嘴或什么 你就是总统 总统到底讲你 讲任何事情都要有依据他不是 他反正信口开河 想到什么讲什么 你现在从叙利亚撤军 造成库德族很惨 那你现在就替库德族戴个帽子 说都是他放了恐怖分子 川普从叙利亚撤军 当然就背弃了 曾经跟美国并肩作战 对抗IS的库德族的盟友了 所以呢引来强烈的批评 那他说找一对借口 他说呢 他在推特上说美国不应该介入一场 已经持续了两百年的战争 又说欧洲国家连自己的恐怖分子 都不愿意回收 一心只想让美国当冤大头 他影射了库德族为了驮美国下水 故意重放IS恐怖分子 土耳其呢也咬定 库德族跟IS是一丘之合 先前川普还恐吓土耳其 不要动库德族 现在呢 却呢 照土耳其的说法也乱讲一通 美国官员证实 现在的确有大概一万名的IS分子呢 是由库德族的民军 民兵在看管 一个官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库德族民兵冒着生命危险 在做这件事 这确保了当地美军的安全 川普对库德族的指控 完全没有根据 川普可能也觉得自己讲话 自相矛盾 所以他继续宣称要制裁土耳其 不过呢 又说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 美国怎么能对盟邦宣战呢 他说永无止境的战争 该结束了 是什么意思 土耳其是北约的一份子 土耳其当然一直很想去欧盟 一直进不去 欧盟就找出各种理由 你要这个改善 其实真正原因就是土耳其 基本上是伊斯兰回教国家 美国就不要改善 欧洲就 嘴巴不会这样讲 理由绝对不是这个 但是土耳其加入了 北约 北大西洋公约 那北大西洋公约跟美国是 等于是美国的战友盟友 所以呢 他就想我怎么能打土耳其呢 他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虽然不是跟土耳其直接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跟北约有关系 类似这样 从真的 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去看出来美国的不可信任 美国真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国家 他当然他很年轻了 所以呢 而且他政党精彩的轮替 优好有坏嘛 政党轮替好之后 你做不好你就下台嘛 坏处是你的政策就不会连贯 因为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政策当然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你承诺的 你答应的我不尽量答应 川普就干了很多这事 欧巴马当时跟他签了很多东西 他都不想都不要承认了 包括地球暖化的问题啦 对不对 包括很多了 包括这个贸易的问题 等等 比如像以前那个NAFTA 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区 他把它改了 所以可能他前朝做的 他不承认嘛 那跟他签约的 或是跟他有关系的国家就惨了 你说像这个库德族就是这样 当时去抓那个IS 一定种下很大的仇恨 大IS的呢 那他后面靠着美国支援 那美国现在跑了 那土耳其当然就乘乘追击 此时不追缴 你更待何时 当然去追缴 所以就知道 你怎么能靠美国 像台湾现在整个都靠美国 对不对 台湾唠叨的好处 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中间的确唠叨的好处 因为很多台商的道路 待不下去了 或是他的东西出不去了 就回台湾嘛 但是等到将来可以 他又会走的啦 那回台湾 所以最近热钱比较多 房地产稍微稳住 但是能够长远多久 不知道 就是万一美国跟大陆又好了 那这时候台湾又惨了 美国之所以现在看中台湾 是因为台湾跟 美国跟大陆现在 在对立的状况 当然对立这状况 不会立刻就解决了 两党大概都有之一同 但是将来很难讲 你再看看美国跟越南 那时候打那个越战 打得多么惨烈 美国人死伤多少在越南 因为多久几十年 美国想忘了 又跟越南重修旧好 给他各种好的优惠条件等等 所以这就是美国 哈吉被台风到日本 造成58死 而且现在不断的下雨 那么下大雨 可能会阻碍几万名救难人员的 收救生还者的工作 长野 长野其实 我没有那么长去日本 不过我了解长野 好像是一个滑雪圣地 冬天大概下雪 这次灾情最严重 救难人员正在救灾 但是也怕降雨 造成二次的灾害 所以日本 所以你看这个风再来的时候 日本也没办法 像那个 巨风像以前的Katrina来的时候 美国也没办法 这都已经是全世界 非常 非常强的国家 他们的公共建设 公共安全 其实都算是应该是不错的 都没办法 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案 现在判决了 警民冲突 机场大乱 西班牙最高法院 对12个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 领袖的判决结果 引发群众抗议 巴塞隆纳 巴塞隆纳的这个机场上演 警民冲突 为什么到机场去呢 示威者企图突破警方的封锁线 警察用警棍跟吹雷瓦斯驱散 机场大乱 好像香港这样 这个地方 法国 法国最近有朋友从法国来说 法国警察 最近已经有三个被黄背心杀死了 被杀死 警察我觉得警察最衰了 他只不过在执行公权里 他没办法 对不对 他的心跟那个搞运动人搞不好是一样的 立场可能一样的 但是当你穿上这个警察制服 当你要执行公权的时候 你个人以前不重要 你只能执行公权里 那当与不当 这个实在是 你这样可以骂他不当 过 过当 但对他来讲 你仔细看看那些警察 真的都是 20岁左右的小伙子 年轻人 他也很怕 他也不知道会怎样 对不对 他干警察不一定要干一辈子 都万一打个脑正当一辈子就惨了 所以什么叫做正当 什么叫做过当 这个东西 在那个一瞬间你要去做这个判断 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 法国是警察 三个最近被杀 12个因为加特隆尼亚独立公投 被罚办的前地方官员跟运动人士 有9个被判9到13年不等徒刑 只有3个逃掉 判真重 判的真重 9到13年 你是因为主张独立 就判9到13年 当时已经赢的那个家伙 名字我忘了还跑 现在还在逃亡在外面 我们休息一下子回来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神电现场特别故事 现在上涨35点 刚讲加特隆尼亚 你记得吗 几年以前他们搞公投 结果加特隆尼亚的头头 搞公投的头头 还跑了 因为西班牙在通缉他 大批的支持独立的群众 上街抗议 部分街道及一些地铁站的入口 被阻断 因为他们那个正反 没有差那么多 反映宣判以后 西班牙对流亡海外的 加特隆尼亚前自治政府主席 就是这个 普洛伊格蒙特 发出新的通缉令 普洛伊格蒙特在比利时 召开记者会 痛诉西班牙当局 用暴力及报复手段 打压民意 这是被审判的12个被告 包括加泰隆尼亚的政府官员跟议会代表 还有一些是独立运动的民间领袖 他们都否认图谋叛乱 判决结果一出 巴塞隆尼亚立刻出现抗议活动 两年前独立运动最热烈的时候 每天都有示威的广场 再度出现群众聚集 就那个广场又出现了 网路上有人串联 号召全球的支持者为加泰隆尼亚站出来 职业足球的名将巴萨民队 谴责判决结果 叫做职业足球名门巴萨队 加泰隆尼亚足球协会宣布暂停所有比赛 声援被告与他们的家属 统独这个问题 这是很情绪的 西班牙也有统独问题 其实英国也有 北爱等等这些 而且都很惨烈 都曾经非常惨烈 加泰隆尼亚在西班牙是好地方 他的西班牙政府的税收 很重要一部分都从加泰隆尼亚来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干嘛 要支撑整个西班牙 那西班牙怎么可能他走呢 那在台湾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言论自由嘛 主张独立就主张独立 那你公投也没过 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呢 不行 还是要惩罚你 而且判刑判这么重 九年到十三年 那个主席 普一格蒙特 到现在流亡在外面了 多惨 所以这东西就是 而且你看那个西方国家 都也没有去声援他们 你不觉得 很伪善吗 就是当他要打击你的时候 他就会说你看公投都过了 他保护你或是不打击的时候 他就假装没看到 就那个逻辑标准是不一致的 其实都是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的 真的你看到西班牙做事很狠的 这是在台湾绝对不会判他行的 他言论自由 他主张 他主张什么关系 有没有真的完成 但是人就把他当成叛国 九到十三年 陶勤人事班峰 总经理 一栋 前两天不是一直出事吗 陶勤公司 的人事班峰 总经理黄清风 调回华航 新街的总经理李志强 陶勤机场操作呢 前三天出两次包了 一次包括那个 Emirates 阿联酋的A380 还一次日航 陶勤说正在检讨人员的训练 强化地形作业的有效管理 郭荣宗是董事长 这以前民进党立委 这是仇庸的了 他说这个总经理 黄清风 已经服务超过三年 所以一惯例 回到华航 陶勤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 依照惯例都是华航公司推荐 原来那个陶勤的总经理 黄清风回华航 会担任地服处协理 就是地形的服务了 交通部次长这些官员呢 10月15号 到桃园机场视察 就今天要看整个作业流程 要提出 要求他们提出改善方案的 这都是虚音故事 去看看 看了又怎样了 因为这些官也没有一个知道自己在能够上可以做多久 他也不是常任文官 尤其这种政务官 你也不是做多久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做好人 也不想得罪人 干嘛那样要求嘛 马马虎虎算了 你只要不要在我的人内接了个炸弹 砰爆炸就好了 台股现在上涨27点 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是呢 大巨蛋有望在2021年启用 其实大巨蛋你就去看了 他外面都开始慢慢慢慢在装 外面墙啊什么都贴起来了 窗户的呢 所以你就觉得说是 已经要完工了吗 还是怎样 柯文哲跟侯友宜说 两个人携手 双北要申办2030年的亚运 因为你要亚运你要场地啊 所以大巨蛋有望2020年启用 当然跟奥运比起来亚运差很远啊 真的差很远啊 不过还是一个非常在区域来讲 亚洲非常重要的运动会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好双北要联合申办亚运 2030年的亚运 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了 双北为什么 其实上次他们办那个什么 四大运也是 也用了很多双北的场地 你光靠台北不够 没有那么多场地 没有那么大的场地 只是新北有点怪 所以他合起来是对的 基本上那时候还领口那边 还盖选手村啊什么之类的 当地民主党还反对啊 你要申办亚运 一个前提啦 北京要同意啦 就跟上次四大运一样 如果北京不同意 你是不可能办的 那以目前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 在民主党执政这个情况下 北京怎么会同意嘛 当然不会同意啊 搞不好不派队来参加了 就跟那个金马甲 跟不派人来参加 都有可能 这根本不会同意跟你办啊 所以 出会换党执政 但台湾也很奇怪啦 反正就是说 大家也无所谓 真的 丑某小弟也 也没那么有所谓 办就办 不办又怎样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比如说照理讲 你断那么多邦交国 你外交部长早该下台了 以前断一个都要下台 断五个也不必下台 他不但不下台 他还说都是他 都怪他 你怎么怪我呢 你要骂他 你骂我干什么 你是哪一国了 你这是谁啊 苹果跟联合报 今天头版还居然都一样 主要就讲那个外送 现在满街都是外送 说台湾这几年光这个外送 大家小小加起来 他们雇用的人有八万个 八万大捐 逛去外送 的确是方便 我记得商周还特别有一次 还专题报道就讲 这个外送已经改变了 这个餐饮界的生态 的确了 以前你要开个餐厅 你要开在人潮多的地方 人潮就是前潮 如果人不去 谁去你餐厅吃饭 但人潮多的地方 房租一定贵 但是你有他们这种 Uber Eats Food Panda等等 你就没关系 你不一定要 餐厅不要开在很热闹的地方 你随便在什么地方 巷子也没关系 反正我是送餐 但是你的知名度要够了 我干嘛订你的餐 他这个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关联 就是说如果你说你地点不好 没人知道你 你自己开的一间 谁知道你 不过也难讲 你看之前那个网路上面 卖东西有些 你也不知道他那个食品厂在哪里 真的不知道 比如有一种什么 葱油饼 大饼 一年以前订 一年以前就要订 而且要团购 我们一订就 一百个两百个 他们同人在分 都是很多 临时根本订不到 一年以前 你就得订 那个厂在哪里 或是那个餐厅哪里 你真的不知道 但是 很热门 这是网路经济 像这种外送 如果真的够发达 据说在大陆是非常发达 什么都外送 你叫很简单的东西也外送 他不一定说你要买到多少钱以上 没有 你什么都给你送 那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真的是 外送经济 已经 无孔不入了 那这些外送员 赚多少钱 说还不错 我看联合报等 说Food Panda 努力如果跑12个小时 一天外送12个小时 一个月可以赚八九万 那台有一个姓许的外送员说 他曾经测试过 每天工作16小时 你光那个 骑个门 横冲直撞送货 16小时很累的 你不像你问那个计程车司机 他一天如果开16个小时 他累不累 光开车 那这个骑摩托车 很多人在台湾都骑摩托车了 因为骑摩托车的那个 台湾摩托车很多 1000多万辆 我以前也骑过摩托车 大学时候骑 回国时候呢 也骑了一段时间 真的很辛苦了 以前还不戴安全帽 夏天热的个要死 下雨天那个鱼打在那个脸上 跟那个石头打脸上一样痛 吹风的时候也很痛 现在再戴个安全帽 家庭更热 他尝试过 每天上班16个小时 就是到底最多能赚多少钱 你最多16小时 你不能24小时都在骑摩托车 对不对 如果一天上班16小时 整个月不休息 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你猜18万 还不错 18万不错 很多人 对 很多高阶经理的 赚不到18万 但是呢 他说呢 不休息啊 手背啊 痛啊 背井酸痛啊 等等等等 你不可能每天这样来嘛 而且呢 怕出车祸 我以前就看美国一个电影 就讲那个外送是脚踏车 他们骑脚踏车去送 美国没那么多摩托车 脚踏车更方便 停车啊什么都方便很多嘛 跟那个汽车争道是很危险的 真的很危险啊 所以呢 五天 已经 两个人 死了 昨天一天就发生三个受伤 三个外送员送伤 我看一个在哪里啊 新庄 嘉义市 云林 到处都送啊 他们说真的很方便啊 我也吃过几次外送啊 很方便 不是我自己叫了 别人叫 说要不要 好 一起叫了 不过我也讲过 餐厅要付这个外送公司三层 比如你订个东西三百块 你付了三百块 餐厅只能拿到两百一十块 九十块都直接 万寿公司要去 你一听之下觉得很多 真的是不少 什么三层都给他 你一共才能赚多少 你这个餐厅嘛 对不对 我看他就剩下三层 三层加三层六层 然后食材啊等等算四层 食材大概三层到四层之间 所以就变成餐厅 跟这个外送的对分 一人分一半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刚讲这个外送 是很方便啊 对于消费者真的很方便 人在家中做 美食就添上来了 而且一样的钱 但是呢 餐厅就要付这个外送员 外送公司三层 不是这个外送员 外送公司 那当你乍听之下 我觉得好 怎么抽那么多 但是你想想看也 大概也差不多吧 我们现在快递一个东西 要多少钱 一件也要60块 80块 100块嘛 一件嘛 那我如果订一个餐200块 30%不是60块吗 他就是你的快递费啊 因为快递还有成本啊 他要负这个快递员 薪资啊等等 他有很多 他管理的成本等等 那你通常这个餐的快递 量也不会太大嘛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是 不管你定的大小 当然美工公司可能不一样的 有的一定要多少钱以上 有的可能 像大陆的话 随便啊 你随便下个小单 他都给你送 你定一根香蕉 他都给你送 我也不懂为什么 他没搞成这样 已经到了竞争 到了这种白热化 那当然对于这些 外送公司来讲 他要控制他的成本啊 否则的话 他就要跟餐厅 再更多要了 三成不过你要过四成 那过四成 餐厅也垮了 那我赚什么呢 对不对 你现在只剩下三成毛利了嘛 假如说我 一百块东西卖出来 外送公司拿到三成 我的成本四成 我只剩下三成啊 对不对 我讲成本四成是食材成本哦 那这个餐厅他还是有他的 他有他的员工 有厨师啊 水电啊 他有他 他那一些啊 他那到底剩下多少钱 那你现在说不行 我要再跟你多拿一成 我三成不过 我要四成 那餐厅就剩两成了 那他只有几个 一个涨价 第二去 他的食材再减 不用三成 就会作业烂了 就是这样 以前我记得我访问过保师傅嘛 是吧 就问他说 为什么 开餐厅啊 主厨去开 通常很多都赔钱 都做不下去 就是一个主厨啊 做得很好 很会做菜啊 那我就自己开嘛 我干嘛给人家做呢 我自己开 通常情况不好 他讲一个道理 老板 如果是别人出钱 开餐厅 主厨用料 可以用的比较好 反正不是我的钱嘛 老板的钱 当这个主厨 自己出来做老板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我是老板 我又是主厨嘛 我就想说 我做这个菜 用料那么好 那我这餐厅赚什么钱呢 他就 就突然就变 好听叫谨慎啊 难听叫吝啬 那人家客人一次就知道菜 不一样了嘛 哎呀为什么 你食材 差了 用料差了 舍不得啊 所以搞不下去 这就是 用别人的钱不是钱嘛 对不对 所以 他用的比较大房子 他用到 等到自己当老板 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食材 差了 人家怎么会吃不出来呢 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是到底 他是不是员工 现在征是不是员工 昨天劳动部说 是员工 是有雇佣关系啦 本来他们想的是承揽关系 不是雇佣关系 什么叫承揽关系 就是 你跟我不是雇佣 是承揽 比如决定讲 我现在搭个计程车 一栏上计程车 我只付你车费 计程车司机的什么 劳保健保退休 关我什么事情 我不需要负担他 大家不要看 这很重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用一个人 我一个月给你五万块 雇主付的不是五万 他大概另外还要加三成 是劳保健保 劳退退休 什么一大堆都 三成才不要 我算了一下 每个月我再看那个账单 哇 健保费 才会占你的一成 劳保费 又占你一成 很多的 明目略越多 所以这些雇主就想说 我等于是加薪百分之三十 你如果叫他通常要 他如果是员工的话 劳保健的 怎么搞的 要加百分之三十 所以他到现在抗拒 劳动部说 罚你 他可能要去打行政诉讼 还要看外国的判例 所以我今天看一个 媒体灯说 西班牙 就说这是 也打这个官司 说是雇佣 美国可能就是承拦 美国国家不一样 但这跟条件 都有差别 你到底用什么条件 等等 都有差别 但是他们说 像乌波一直有保险 意外险中要给他保 你就万一出了意外 尤其那种第三人责任 你撞到别人了 你要不要赔 当然我想他们美公司 不一样 我觉得险是一定要保的 这个保险 第一个你对于这个 外送员的险要保 万一他出事怎么办 那另外就是 那个险的费用都有限 你说那保险不要花钱吗 保险的钱 跟这个什么老保健保 差很远 为什么 因为保险人家是 民间公司在做 老保健保是政府在做 政府在做哪个是不浪费的呢 有哪个是有效率的 当然没有 就你十块钱进去 出来可能只有两块 中间八块都在中间浪费 在那个机器里面 就浪费掉 你不相信你如果保险 让政府机关 国营做 你看会怎样 反正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真的去保意外险 其实还好了 那个有限 因为它是集体分担 集体分担有风险 所以我是觉得 在打官司中间 反正在扯来扯去中间 每一个这种外送公司 应该给他的外送员 保意外险 然后呢 同时如果出了车祸 害到别人 也要保险 就是这种第三人责任险的 像我们开车一样 他又跟你说 每一个事故 总共要赔多少钱 比如整个事故赔两千万 每个人 比如最多赔多少 比如三百万 他有一种 不同的计算方式 反正保险是蛮重要的 否则的话 当然另外一定要守规矩 我觉得他们送我 因为他急 所以在没有在多少时间内 送到的时候 还要赔什么的 所以都很急 奖金什么 他有各种方式 就像你快快快 赶快送到 那你订了餐 你也急 我好像饿了 东西还没到 等等 也很急 所以呢 大家可能要互相体谅一下 这个东西 人家是拿着命 在拼搏的 我们休息一下 就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 赵浩康 现在台北市 台北股市 现在上涨36件 有三个人得到 诺贝尔奖金 我看现在诺贝尔奖金 都是给好几个人 以前就一个人了 现在好像蛮多都是两个三个 大家一起分 不过当然这三个 有一对夫妻了 一个印度的巴纳吉 其他的学生杜夫洛 经常这个教授跟学生 一些对研究所 因为做研究等等 要经常做实验等等 印度籍的巴纳吉 他们都是麻省理工学员 很厉害的 都是马公里学员 杜夫洛也是马公里学员 杜夫洛变成 有史以来 诺贝尔奖金 最年轻的得主 46岁 这他们三个都年纪不大 一个55 一个46 一个58 之前得物理的 什么医学的 都年纪很大 都用20 30年以前的 当时的一些发现 来作为给奖的理由 当然也是看 这是20年代 到底他的理论 有多少帮助 对这个 这个 这个field 这个 研究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多少帮助 那他说 他们得奖的理由是 缓解全球贫困问题的 实验性方法 一般 一般是理论 他们用 新局有很多理论 那他们是用实验的方式 就是穷人 到底为什么穷 为什么变穷 怎么样能让他们不穷 你这两个方式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技术 穷人想变不穷 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让他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陈水扁 三级贫护的儿子 因为受了好的教育 他就变总统 对不对 那这次就是教育 教育 你问我 我也认为教育是最好的 第二个就是技术 我也许没有受到高深教育 我会技术 技术很棒 不管什么技术 水电工也是个技术 跌打损伤也是个技术 按摩也是个技术 只要能够做得好 你也红 也可以脱贫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受教育 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学技术 就是他在那个 还没有 根本还没有出头的时候 就挂了 很多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们写的书叫做 穷人的经济学 如何终结贫穷 这当然如果真的能终结是很重要 大家也希望能够终结 能够 能够 让大家都有钱 或是至少让大家不穷 比如说 我看到媒体报导一个 就他们比如说一个村落 他们去做实验 那一个对照组 然后一个实验组 还有一个随机组 比如对照组 就是来来来打疫苗 不要生病啊 对不对 健康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实验组 他就说就打疫苗 来打疫苗 然后另外一个组 就是你来打疫苗 同时我还给你一些扁豆 给你一包扁豆 就你打疫苗 东西给你吃 就像你来教会 我就给你什么 以前给什么 牛奶饼干什么 类似的东西 结果就发觉 给扁豆的 疫苗接种 成本是28块每剂 那只打疫苗56块 然后对照 什么都不扯不讲的 比较起来 给扁豆最便宜 他们就是用实验的方式 那一定会被批评 就有些学者会觉得说 这个叫什么 这个 这哪值得得什么诺贝尔奖 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 传统的 这种 学者 传统学一定要 至少写出一些数学公式 看起来很伟大 看起来很有学问 等等等等 就像以前 我记得中央研究院士 在选的时候 我不讲名字 一个学者 几次都没上 后来现在是院士的 原因就是说 因为他经常用民调 来做研究的方式 民调怎么能够 难登大雅之堂 就有些人就难认为 我觉得你那个不是那个 纯这个理论的研究 等等等等 学术界 你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 门户之鉴 好吧 就是说如果真的 说能够这个 脱贫 能够 让贫穷能够 减少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任何搞政治的人 都希望 大家能过好日子 不是都要有钱 但至少能够脱贫 中国大陆 大概现在就还不错 我记得 很多年以前 现在你没办法想象 大概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看过一篇报道 就说他们在一个集会 一个大型的集会 天下雨 每个人都撑起一把伞 这个时候 说那个场面令人感动 为什么 说以前中国穷到 但是这边伞都没有 说能够下雨 能够 一个广场的机会 每个人都能把伞撑起来 有钱了 他买得起伞 你现在很难想象 那个时候情况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 以前就是能够 中国多穷 那个一穷二白 那个简直是 你没办法想象的穷 至少现在 这种情况应该 应该没有了 是打不起伞 这个大概没有了 所以脱贫 我相信像印度 非洲的地方 还是很穷的 就是说 华航也很有意思 因为他前任不是 总统专机 然后这个私焉案 那海关就说了 说我原来都信任你 航空公司每天往来 搬机很多 都在机上 卖那个免税烟酒 所以以前是一天 报一次就好 一天报一次说 今天我总共华航 不是我有 一千班飞机 卖了一千条烟 八百瓶酒 一次报就好 现在不行 因为你们 叫你们自主管理 你们给我乱管 从今天开始 每班都要报 那很麻烦 每班都要报 对不对 你增加一下 很多行政成本 搞不好 飞机赚了 其实在机上买烟酒 也不见得那么多了 因为很多在 你在机场都可以买的 而且现在真的 像以前 比如说我 基本上我都会买 买个烟 买个酒 送人嘛 后来我就不买了 尤其是烟 你不是害人吗 你干嘛买了烟送人呢 我想这种观念 慢慢大家会比较多了 就算了 那 每班都要去报 华航也很绝 而且海关说 我跟你事办半年 看这半年 你有没有改善 改善慢慢再放宽 华航的招是什么 他们也很有个性 我半年不卖了 这半年 对不起 搭华航 你在华航买不到 免税烟酒 没有了 主要是免税烟 烟 大概只控制烟 酒大概还可以 还是酒 也包括我不知道 烟酒 他都不卖 烟酒都要每班报 他不买 也是一招 我只是好奇说 这样经过半年以后 到底怎么算 那海关说 太好了 因为今年 这半年都没卖 他都守规矩 还是说 不算 因为你这半年都没卖 我也不知道 你自主管理的怎样 不知道 可能就是 兵来将长 水来土淹 这招还 这就是华航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他根本是公家机关 他根本不在乎 我免税也久 赚多少钱 不是我的 我干嘛那么麻烦 万一因为报错了 还被处罚 还被人家骂 我干脆不卖就好了 他如果是 长龙会不会有长龙 就不会这样 为什么长龙是私人的 多赚一毛钱 都是公司在赚 华航是 关我什么屁事 对不对 你再找我麻烦 我不卖就是了 反正 因为烟酒 在飞机上多卖一点 华航的董事长 薪水会多加一毛钱吗 不会 这就是民营跟公营之间最大的差别 在这些地方你都看得出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民营有效率 公营没有效率 到底在这里 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谢谢 再见